再來我們看 這個題目告訴你的 然後呢先把公式寫出來 然後就拜拜的拜一拜 結果你就得到這一個 得到這一個 0.4210等於AV function的東西 我們在講 AV function因為它是高式誤差函數 可不可以算 可以算 但是很難算 所以課本人很好 他給你什麼東西 查表 那我們現在查表一下 表有沒有0.4210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齁 來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要看什麼 0.4210表示的Z 還是AV function Z AV function Z 所以我們就把它夾擊 你找一個0.4210 可以把它夾擊的 所以是不是現在黑眼上框的那一塊 好 所以這時候你要用 AV function的這個值 我們假設 這邊中間是A 這個是B 這個是C 所以如果是A減B 除以C減B 加等於少的 A減B 除以C減B 絕對不能互換喔 這有問題 這有問題是不是 有問題啊 內插法 有問題啊 沒有 位置互換之外 政府它會錯喔 整個計算 絕對會是錯的齁 所以之後 你可以要求出 你現在得到的0.4210的AV function Z 會等於多少Z 可以的齁 來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個查表之後 經由內插法發現 這個裡面這一塊 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Z啊 所以原則上 Z就會等於我們內插法 算出來的0.392 所以這個Z 會等於0.392 計算機按一按 等於258400秒 7.1小時 只要沒有寫單位 正題 我會算你錯齁 因為我不知道 那個25400是秒 分鐘還是小時還是天喔 可以嗎 一定要寫單位 好 沒有單位 馬上跟你錯齁 有嗎 可以齁 在這邊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那我們再往下齁 范莉老師再講下一題齁 因為在課本呢 你可以看到在 187月齁 你會發現又出現那個公式 但是為什麼老師沒有講齁 因為我發現講數學 所以同學很容易暈船齁 所以我直接講範例齁 告訴你該怎麼辦齁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題齁 請坐齁 好 好 Now steady state diffusion是非文太擴散齁 我們要往下看齁 先找關鍵字齁 這個字是關鍵字齁 對不對 Diffusion 我們用什麼表示 低嗎齁 這個會打 creeper 是什麼 銅 alumin 瘀 後面這個代表的是什麼 溫度 所以這一個 這兩個 你看單位齁 就知道它是指低齁 分別是銅跟瘀的 然後再來我們看齁 他說 這個determine齁 determine 我那時候跟你講過 determine calculate 然後還有 這就是 決定這一題在用什麼東西齁 他要用什麼 這邊有的空桶齁 不好意思 這個 這什麼 他要用你時間齁齁 那我們看一下 再下來的keyword是什麼齁 這個 messand 是什麼 相同 Diffusion result 是什麼意思 擴散結果 擴散結果 所以我們先 現在你有這些hint 你覺得他想幹嘛 你看齁 你有diffusion co-efficient 然後你有銅 你有鋁 你有溫度 然後他叫你時間 然後給你的500度 然後說 他要有個相同擴散結果 然後後面呢 這個看得懂吧 10小時 然後是600度 所以到底他想幹嘛 我們來看一下齁 相同的擴散結果 表現的是什麼意思 擴散完成之後 那個式片裡面 整體的分布 是不是要通通都一樣 好 所以意思是在 某一個深度的時候 它的擴散濃度 要不要一樣 要 好 我們今天想 他還有說要有相同的擴散結果齁 所以我們來看齁 他是同樣的式片嘛 同進入到鋁 C0一不一樣 一樣 同樣的式片啊 一不一樣 C0一不一樣 一樣 一樣 一樣嘛 距離X的能度 一不一樣 這一句是QL 這句是QL 一不一樣 距離X的時候 濃度一不一樣 一樣啊 表面的濃度 我們說 如果他是特殊節 我們那時候就規定 表面濃度要不要一樣 要 所以 起始濃度 我們用相同的式片C0一樣 相同的擴散結果 4X要一樣嘛 深度X的時候 濃度要一樣 表面濃度要固定 這些都一樣 請問這件事情就變常數了 對嗎 好 再來1是不是常數 所以1-什麼會等於常數 所以這個會不會是常數 會不會 會啊 這個是常數嘛 這是常數之後呢 請問他是AO方權Z 這個是常數 那裡面這個會不會是常數 當然也是啊 所以這裡面也是常數 這裡面是常數之後 常數會不會平方 平方這是不是常數 是 所以 X平方除以底T 也就會是常數 所以為什麼 課本在187頁的7.6b的公式 X平方除以底T是constant 只要有相同的擴散結果 相同的物種擴散到同樣的試驗裡面 它有相同的擴散結果 X平方除以底T 就等於常數 就是它即使在氟原態擴散 特殊解的條件下面 X平方除以底T等於常數 這就是它簡化後的公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到底在說什麼 它說今天 銅進入在鋁的時候 分別在500度C跟600度C的時候 它的擴散係數 分別是4.8乘上10個-14 跟5.3乘上10個-13 它說今天請你決定 今天如果我在500度C處理的時候 我需要多久的時間 我才可以達到跟600度C做熱處理 10個小時相同的擴散結果 所以因為它有相同的擴散結果 公式可以簡化成這個 對不對 是不是 簡化成這個 所以今天我們知不知道 那個D了 知道 因為它應該說你500-600度C分別是多少 D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600度C的嗎 X 一不一樣 一樣嗎 因為它是相同的擴散結果 所以就變成 比T500等於比T600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一題 它就會變成 500度C的擴散係數乘上500度C所需要花的時間 應該要等於在600度C的擴散的常數 擴散的係數 成像在600度C 成像在600度C所需要的時間 所以在相同的擴散結果下 你可以得到這個 簡化後的公式 那我們來預估一下 搶答 500度C擴散快 還是600度C擴散快 600 為什麼 好 請坐 因為600度C它的能量比較多 你可以預測 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擴散比較快 所以所發的時間比較長還是短 長還是短 長還是短 為什麼要越小聲的頭學 長還是短 我多問幾次 你們好像真的越來越短嗎 反正回答 又短 短 短短 短 短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你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你們要學擴散 為什麼要學擴散 為什麼要學擴散 對 效率成本對不對 今天以後講 像你去一個傳產廠 然後剛好是做 剛自硬化表面齒輪的廠商 然後今天呢 我問你齁 爐子開10小時 跟那個家人 開110個小時 耗能有沒有差 錢有沒有花的不一樣多 那你賣的殘土價錢呢 你要怎麼跟別人競爭 是不是 所以老闆一定要算出一個CP值最好的 他並沒有辦法說 我再問齁 如果今天600度C是10小時 如果花到1300度C 假設只要一小時 假設齁 那你要選擇1300度C 還是選擇600度C 你說什麼 不可以1300度C 我們可以進去那個 通常上 大概300度C 大概會冷掉 喔 有高級的乳子 可以升溫到1300度C 大概會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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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 我是假設的嘛 對 假設假設嘛 所以 原則上齁 1300度C 所需要的防護 跟他所需要的要求 會比較高 機器 會不會比較貴 維護費用會不會比較高 雖然他只要一小時 所以這就是 你要算的成本齁 那你這樣子算出來 跟600度C 只要10小時 這時候你就要去評估 所以老闆會願你齁 今天你敢去工廠 老闆會願你 欸 今天我想要把效率提高一點點 然後把成本壓低一點點 但是我的結果要相同 我該怎麼辦 你會給他很多種建議 一種是 要嘛我增加時間減少溫度 要嘛增加溫度 減少時間 還有很多其他的策略 才來目前只教最基本的 你們之後還會學到別的 所以為什麼要學數學配上理論 因為你這種理論就是沒有實物 那你加上數學之後 你配合理論來講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頭頭是道 這樣OK嗎 因為老闆你就 老闆問你說 欸你要省時間 老闆你就加溫了 老闆問你要加多久 加多高 欸 不知道我試試看嗎 好 這樣子是不是不太好 那你就算了一下 擴散係數 你就可以跟老闆講 老闆你現在500度C要110.4個小時 啊你500度C只要10小時就好了啦 這樣子 啊老闆就說 喔不錯 好這樣有了解嗎 好